哇塞,超能力,超级跳跃,这不是猪猛吧? 啊,好吞好吞,小伯说的没错,真的真的有超能力固宝 据说每一关都有不同的超能力 而且运气好的话,还有组合超能力哦 有了跳高高超能力,一蹦三级圆 那我变着眼睛固宝都没事啦 姐姐你这个大蠢蛋,你只是有跳高高的超能力 又不是有无敌超能力,老老实实学屏屁屁过去吧 哼,这跳高高超能力真不好用,还好我屁股大,肉肉多,不然摔死我了 啊,不会吧,没了跳高高超能力,这眼睛固宝怎么剥呀 姐姐,说了美国有不同的超能力,你往前走一走 哇,这是免疫三海,是角色无法被攻击,也就是有无敌超能力 配合猪猪猪的爱,圈圈眼睛还想伤害我 一头猛杂进去,广东天气老实这么热,让我在岩浆锻炼几圈 说不定能够练就一身炭热体质 哼哼,舒爽,呆镜,以后再也不怕四十度的天气了 看看这关又是啥超能力 哼,变得跟方块一样小,就是让我溜老鼠洞啊 啊,我堂堂大家闺秀,打死超梅子,我也不溜老鼠洞 姐姐,听说老鼠都有好多奶酪的 啊,在哪,我可爱吃奶酪 没有,没有啊,没有奶酪啊 我都溜到出来,还是没有看的啊 哈哈,姐姐你这个大吃货,没票了吧 哼哼,真丢人 呀,这是控制寒冰箱能力 寒冰是射手,怎么工作呀 哦,原来是点冰块成冰砖,这样路就不滑了 点一个,过一个,一,二,三 稳稳单单就过来了 好高的墙,这不会有摆端跳能力吧 哦,原来是飞行的超能力,那比摆端跳厉害 不过呀,这飞行的速度真慢,连乌龟都比不上 慢是慢了点,还是毫无压力的上来了 主玩能力来了,变小而跳高高 我偶像看到老鼠的把箱 放进上去,有奶酪吃了 哎呀,只有一个开关啊 这里还有箱子,奶酪并没有 这个呢?也没有 看来超能力大路太干净了 老鼠都没有奶酪通 哪像米甘川 阿佩,哪像梅子家 啦啦叉叉 有了开关,这里的环境怪就会启动 看准方块与方块之间的距离 一步一步的跳过去 下一关,这是跳跃与空冰的能力 考验手术的石刻刀啦 像我这种键盘侠,打字速度超快 这种小点冰跟吃豆豆一样简单 三下五足了,就过来了 老鼠点冰,这不是老鼠很擅长的事情嘛 全全部点光光,拿上钥匙 溜了溜了,这里要沿江脚钥匙 又能泡沿江脚啦 舒爽舒爽,地下还有很多的发射器和箱姐 以后多年的解密经验来说 当发射器和箱子同时存在的时候 发射器常开关的可能性追打 看吧,不出所料 我真是小机灵鬼 哈哈,继续奉上环境块 最后一个超能力 不会是毁天灭地吧 呀,看来我想歌啦 又是老鼠能力 这里就不需要再控兵 秀一下直接穿越通过 啦啦啦啦,通过了 说真的,我超想要有一种能力 就是超能力 能够变好多好多钱那种 小伙伴们,你们最希望有什么超能力呢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